字幕提供 内文记载到 仇敌在宗教界活动 欺骗人相信上帝的律法 是可以取消的 撒旦在这方面 有长期的工作经验 因为他从一开始 就欺骗我们的始祖 用他的诱惑力 使他们不信任上帝 撒旦的介入他们和上帝之间 就知道自己会成功 能够变成神 能够知道善恶的前景 令亚当和夏娃欢心 他们就屈从了试探 人类既获得善和恶的知识 就觉得自己收获很大 但他们看不透撒旦的目的 他们不明白自己既干犯上帝的律法 就落入撒旦的网络 仇敌知道教会 如果受到政治法规的控制 被引诱和世界联合 事实上 就等于承认他为他们的元首 人为法令的权威 对抗天上政权的法令 在撒旦的领导下 一些人抛弃上帝 关于安息日公义圣结的命令 遵守安息日 本应是上帝的子民 和上帝之间永远的记号 撒旦的计划 在宗教界取得了成功 他一手促成了完全 出于他而取消上帝律法的局面 撒旦利用欺骗的工作 在自称的基督教界 取得了他希望在天上取得的成功 就是挥除耶和华的律法 撒旦藉着罗马的势力 移除上帝的纪念碑 立起他自己的纪念碑 使上帝和他的子民分离 今天的改正教界 因为接受假安息日 而与上帝疏离 他们这样做 私后没有神圣的权威 却充满热情 主张上帝在创造时 所树立的纪念碑 可以忽略 藐视 踐踏 用每一个星期的第一日 取代了他 对上帝最大的伤害 莫过于忽视上帝的圣日 以没有神圣标志的 假安息日取代 上帝将安息日赐给世人 是为了上帝神圣的荣耀 上帝这样说 这个是你我之间 世世代代的证据 使你们知道我 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 以为圣日 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 守安息日为永远纪约 这个经文记载在春埃及记 三十一章 十三至十六节 内文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再收听 我后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火 感谢观看